台湾再报共谍案 一名空军军官涉嫌将台湾空军情资交给中共 包括美台之间合作监测中共弹道导弹的安语计划资料 这是继台湾陆军少将罗贤哲共谍案之后 台湾军方最大泄密事件 中共间谍密布海内外 有系统的利用各种身份人士盗取商业或军事机密 海外民主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 2月29号 台湾一名任职于空军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的奖性资讯官 通过在大陆经商的书数 将秘密档案转交给中共相关单位 包括空军抢网系统和安语计划 以及台湾爱国者导弹的拦截参数 台湾空军北区作战管制中心 可以通过抢网系统和北部几个雷达站连结 并且能够和空军的E-2应验空中预警机连线 是中共一直最想渗透的单位 这起重大泄密案涉及早期雷达预警资料 其中安语计划是台美之间为监测中国弹道导弹动静 提升台湾作战指挥管制系统所进行的合作计划 目的是让台湾的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全面自动化 一旦作战时任何一个管制中心雷达被破坏 其他管制中心可以自动接替 这个雷达系统让中共解放军感到强烈不安 中共在世界各地布满了复杂的间谍网络 情报人员有专业间谍 学生 科学家等各种身份人士 2005年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和天津国安保卫局官员 郝凤军因无法忍受中共迫害异见人士 而出逃澳洲并大爆中共间谍内幕 震惊海内外 陈永永林 中国经济发展老百姓没有得力 却用在全球进行间谍渗透 较知名的案子有新华社驻多伦多记者施荣 前六四学院领袖刘刚的妻子 以及色诱韩国外交官等间谍案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权表示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台湾军人应该站在反对中共专制的第一线 不应该和中共勾结 刘英权表示 中共现在全球搞间谍活动不但丢了华人的脸 也让华人在海外抬不起头来 他呼吁国际舆论 谴责中共透过共谍延伸专制集权的恶行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婷 肖炎采访报道